这个常听循迹慢聊的朋友 包括经常听我这个刀逼刀的朋友 可能就 我这个 自夸一下吧 就是说这个方格老师你口才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能得逼得呀 就是我们特别想学说话 说尤其是这个 一对着摄像机说话就紧张 我真见过这样的 我真见过这样 不是有一个视频吗 说一个线召开这个什么 科技大会 然后那个受表彰的这个 这个人上台发言 尊敬的各位县里的先辈 尊敬的这个前排就坐的先辈 尊敬的前列县 哄堂大笑 他就太紧张了 一看你坐着黑压压一片人 对着话筒 他就不会说了 但是我想你任何人 要是跟朋友聊天 就对着你熟的人 或者让你对着一个人 或者让你对着俩仨人说话 你不会这么紧张 所以你克服紧张的最好的办法 你就是无视摄像机 无视底下黑压压的人 尤其底下黑压压的人 我觉得最无视了 为什么 因为舞台上的灯是暗的 你顶多能看到前三排 后人你是看不见的 对吧 无视他们 你就觉得你是在对着一个人讲话 你就觉得你是在对着朋友讲话 你这样的水平就能提升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语言这个东西 它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一种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个练出来的 我这个大言不惨的说 我就有这个天赋 就先天就具有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没编辑 不是说编辑完了之后会说话的 没编辑 从小就爱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新年联欢会 保留节目 就是让我去讲个故事去 就这种事非常非常的 这个这个 就跟别人面前说话 我觉得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然后老老人问我 说你什么时候 养成了自己这种 语言风格 就是说你给学生讲课 就这么逗逼 这么生动 这么吸引学生 什么时候 是在我工作半年之后 为什么养成这个风格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教书也是按部就班的 对吧 哎这个先导入 然后就新课 然后写笔记 然后按部就班 画书 然后讲 最后总结 都这么讲 他们不爱听 谁爱听啊 对吧 你想我们那会儿 我教的学生都是那个 81年82年的嘛 除了数鸡子 就是数狗的 哎呦 那个班里鸡犬不宁啊 是吧 没有人听我讲 而且我们那会儿呢 特别逗在哪呢 我们那个 那个教室啊 就当时是学校 是一个旧楼嘛 后来那楼都拆了 五几年苏联原住的 那么一个旧楼 那个教室离教导处 特别近 所以他一乱堂 那教导处的这个老师 就趴后门看 这谁啊 谁的课 怎么这么乱 怎么班里乱了 那会儿你想正是那读书 无用论最盛行的时候 你小孩 我们那种特别 特别好的学校 反而去 就是你这种妇科 他们不重视 对吧 乱堂就批评你 我说这怎么办呢 而恰恰我上学的时候啊 其实我不是学的历史学 我学的是历史教育学 历史教育学 是学怎么教历史的 那怎么教历史 孩子爱听啊 就讲故事 他不就爱听了吗 所以我现在录的这些节目 不都是在讲故事吗 哎 我就学会了 给他们讲故事 让他们爱听 让鸡犬安静下来 爱听 你不这么干 就真不行 我们老教师 说起来还是我师父 这个咱就不能为尊者会 就别点人名字了 估计他 他今年已经 78岁了 估计他也不看这个节目 所以我斗胆说几句 哎呀 他就是这个语言能力啊 特别差 你教历史的 必须得有一张麻利的嘴 因为历史不像物理化学 是吧 不像这个生物 人家能自己动手实验 也不像数学 人家自己做题 所以其实为什么孩子们爱学理工科 爱学理科 不爱学文科 有一个重点就是 理科尤其男孩动手能力 实操能力强 成就感强 我自己把这蛤蟆拉开了 五脏六腑都瞪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亲手动手的 哎呦 我特别有成就感 这道难题 我功课了 二十分钟 我正出来了 A方加B方 大于C方 我正出来了 我就觉得 哎 我特有成就感 你说你这文科这玩意儿 你说的全是我出生以前 和我没去过的地儿 这有什么意思 对吧 你在按部就班 你口才在不灵 对吧 你又没法重演 对吧 人家拿化学做一实验 啪一烧 你看美变色的燃烧 您能吗 说这是秦魂 这岳飞 你俩怼个 不可能 你就得靠语言 语言不灵 就很不行 那老教师就是学问挺他 哎呀 那个嘴 那个笨 说一句话 二个啰嗦 说干什么来讲 这没人能明白 所以特别逗 就是他开那个公开课 就我们那时候要求 就是每个老师 每学期要开四堂公开课 要请全校的老师什么来 来一般人也不来 最好请校领导来 然后我们那会儿呢 学校是说呢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新教师 我们一个学期要听老教师的课 也不是要听够多少节 我忘了 然后呢 校领导呢 就是管教学的四师节 不管教学的二师节 然后我们这老教师呢 就是自己要上公开课 广撒英雄帖 请大家来听 结果没人来 你们都知道课什么样 没人来 我去了 没办法 我是他徒弟 我去了 跟我一块毕业的一个女老师去了 我们俩去了 然后呢 管德育的副校长来了 因为他肯定没凑够那二十节 拿他凑数 然后书记来了 书记也是那个 就不管教学呢 就管教学的校长主任 什么全没来 就来了这么俩 副校长是教地理的 书记是教政治的 好歹是文科 一看在这历史课能听 数学课他也听不懂啊 他来了 哎呀可到了 结果那天 夏天嘛 我那会当班主任 我现在把我们班安顿下来 然后呢 我再这个来听他的课 所以我两分钟预备进的教室 就已经晚了 他们仨已经在教室最后一排就坐了 我呢就不好意思往后走了 我得穿过学生啊 我就拿了个板子 我就坐在一进门边上 我就坐着 让他讲课 今天咱们讲这个 这个说干什么来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 哇 这个学生 我看这小男孩眼都放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好听 这个希特勒呀 哎 这个可厉害了 这个说干什么来讲 他这个打的这个叫这个什么呢 叫这个闪电弹 这个天上跑的是飞机 第一次是这个这个坦克 后边跟的是摩托兵 孩子全爬着玩意 全睡着了 他这一堂课 基本上就是对着我讲 我也困得不得了 听着能不困吗 你想想 但是我还得看着 频频点头微笑 要不没人看呢 他讲不下去了 他只能看着我呀 所以他可能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就就美杰克拉我去 给他撞哪 我我我我我看着他 然后后边那仨老师表情 就斗极了 你那副校长 地理特级 你想人能听得下这儿去吗 睡着了 睡着了就睡着了 关键他打呼呼 睡着了 靠着墙 然后那个书记 书记说实在有点不太像话 跟那搅支去 咔呗咔呗咔呗 你想那教室里多安静 他搅支去 最逗的是跟我一块分去的那姐姐 你们俩一介他比我大 那姐姐 夏天嘛 他那个穿裙子没有兜 他抱着一把钥匙 办公室呢 抱着一把钥匙 他也是班主任 抱着一把钥匙 坐在那 一会儿一睡着 手一松 咔 钥匙掉地了 赶紧惊醒 捡起来 捡起来 然后接着抱着 一会儿又睡着了 咔 钥匙又掉地 平均五分钟掉下一回 太有意思了 所以这就 说实在 就是说你这个语言能力不强的人 就是你干事 真的是很吃亏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这种语言沟通 交往 这种说话的能力 真的应该好好练练 怎么练 就像我刚才教你的那样 你甭管对着谁说 甭管是对着人 还是对着机器 你都当对着人 对着你最亲的人 对着你的好哥们 就OK了